你那个家婆出去没有 出去啊 不在家 小孩呢 小孩子上学了 哎呀 怎么了嘛 以后要准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要叫我过来干 哎呀 那个不是收个水龙头吗 哎 收水龙头 哎呀 你看我走了一村啊 原来你在北方这里啊 我说你啊 还有你啊 这么胖啊 还想勾引我老公啊 没有 他叫我过来修 他家那个水龙头 我跟你说啊 你误会啦 我是叫他帮我收水龙头 你也知道我老公不在家啊 不在家 你看 你不会叫那个一鹿了 你还有狗帮你修吗 你还有狗 他不会修啊 怎么不会啊 你看到我老公讲到杀了是吧 真的是啊 没有那回事啊 没有那回事 没有那回事 还鬼鬼祟祟的在里面啊 哪有鬼鬼祟祟的 我跟你说啊 你们两个啊 那以后穿出去我脸没活在啊 啊 老婆没机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住人为乐 就是啊 哎呀 我说你啊 吃了你哎呀 狡辩啊 没有 我都回事啊 我跟你说 你老婆 从头是春花来的啊 你怎么可能是要做一大块啊 就是了 你都说你是春花来的 我这么爱你是把哪里像他那种这么胖的 还说爱我啊 一大手去肥炮家干嘛 真的 你叫他起床啊 啊 什么 修水龙头 要不我没饭你没办法煮饭啊 修水龙头 看你这个 我会告诉你家伯 我跟你说 你告诉你也没有用 我是叫你修水龙头的 我们就叫你巴底的修水龙头 看你这个 哎呀 最没熟脸的人 哎呀 真是想挖我的墙角啊 啊 我挖的洞嘛 怎么挖不洞 真的 我跟你说啊 回去 今天晚上我要你跪榴莲 跪个够 今天晚上我先收拾你 哎呀 怪不得 我们前村人都说你是一个母老骨 那么凶 谁个水龙头你都那么计较 哎呀 下次不敢了 有